导演王晶现场发飙,称某电影网站无耻,跟话同摔身揍人。 近日,在香港国际影视展场,某电影网站联合大导演王晶,来了一场网络发行价值再生,港片再生了破局重组的论坛,没想到的是导演王晶在主题发言后,突然变脸并称网络电影就是集体盗窃,说完摔下话同起身走人,让场面瞬间变尴尬。 王晶就主题提出的,香港最卖钱的赌片、动作片以及江湿片,都是无问自取,盗窃以前香港电影成功的例子,还指该网站根本就没有给过任何知识产权的费用,更可恨的是连门都没问过,在王晶认为如比仙大战真子类的电影,有取得过版权,这种行为很无耻。 他一直认为让电影价值再生,不是让盗窃的价值再生,香港电影发行都是有版权,并批此次座堂根本不成立,也没有任何价值。 但是,话到此处,导演王晶放下话筒,直接拍屁股揍人了,留下其他人,场面一度尴尬,不过我也是认为导演王晶的话说得很对,在没有版权的情况下,就是盗窃。